自从上次的女生自杀事件之后 石西老师北村对尤加里愈发的冷淡 今天北村各式直言 师生恋影响不好 让尤加里在学校时不要找他说话 回到家中的尤加里也不得安宁 妈妈看了电视里的新闻 怀疑他也在用不好的方式赚钱 母女闹得不欢而散 心中烦闷异常的尤加里 不想再在家里待着 打电话约千志和美嘉一起出去节目 三人在快餐店里边吃边聊天 尤加里想起了刚才美嘉在电话里提到的新传言 美嘉说有个叫村山台的电车站死过很多人 而且死亡的方式都十分诡异 被很多灵异杂志报道过 正好最近有杂志在征集灵异照片 美嘉就想拉着两人一起去车站赚稿费 有家里和千志劝不住学不乖的美嘉 三人组又一次出发 听美嘉说着小孩在母亲面前跳下月台的故事 不知不觉三人已经来到车站 车站的工作人员这个点还没有下班 正在办公室里吐槽在这里干久了 都能认出厕所里今天又是哪几只幽灵在徘徊了 听到这里美嘉更激动了 不等工作人员下班便越过检票口进入了车站 他们首先就去查看了男厕所 果然千志也感觉到了幽灵的气息 美嘉顺着千志的视线对着洗脸台拍了张照 闪光灯中三人都看到了镜子中印出了一只手 跑出厕所千志说那里有个男人的幽灵 被闪光灯吓到之后钻进了洗脸台的排水口 接着他们准备去对面的乐台看看 走上天桥 美嘉又说起了这里的传言 他朋友的朋友目击了一个白领小姐姐跳轨自杀 据说整个人都被撞得支离破碎 在咽起之前还在说我不原谅你 不知道是不是被故事吓到了 刘加里突然感觉天桥上泛起了一丝良意 美嘉想追上去看看 说不定那只是一个错过了末班车的人 但千志却劝尤加里不要再向前走 前面将会有可怕的东西 尤加里犹豫了一下后还是选择向前追去 可那个女人不见了 三人找完了整个月台都没看到半个人意 这下美嘉不乐意了 阴阳怪奇的嘲讽前置危言耸听 让他丢失了大好的素材 尤加里看不下去 斥责美嘉说话太过分 美嘉立马示弱说只是开玩笑 由加里和千志急切地呼喊美嘉的名字 还好美嘉弱弱地回话了 应该没有出事 他们指引美嘉从月台角落的梯子爬上来 见美嘉向梯子走去 尤加里用怀疑的眼光看向千志 千志急忙说推美嘉的不是她 是刚才他们追的那个女人 尤加里向千志道了歉 两人急忙赶往美嘉所在的地方 惊鸿未定的美嘉彻底抱走了 她是被人推下来的 这里除了讨厌她的牵制 没有人会想杀了她 无论尤加里怎么解释 美嘉都不听 面对执意要牵制离开的美嘉 尤加里也生气了 她拉着不知所措的牵制 赌气一般地离开了车站 撒完火的美嘉也失去了兴致 准备回家 这时对面月台突然传来了 电话铃的声音 出于好奇 美嘉接起了电话 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喘息声 说终于打通了你的电话之类的 美嘉只是把她当成恶作剧 挂了电话 没走两步 她的避避机响了 她以为是尤加里和千志来道歉了 使用公用电话拨了回去 可想起的却是对面月台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刚才那个男人 他道歉说是路上出了事故才迟到了 他只记得听到了 电车即将通过的警铃声 随后就发现自己的肢体碎片已经撒的 满地都是 美嘉吓得挂掉了电话 但紧接着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男人说他马上就到 让美嘉不要离开 美嘉摔下电话 拔腿就跑 跑下天桥 美嘉发现自己竟然又回到了原地 无论他怎么尝试都走不出这个月台 这下美嘉彻底慌了 害怕地蹲在地上不知所措 另一边 尤加里还在吐槽 美嘉过于蹬鼻子上脸 千志停了下来 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让尤加里和他一起赶回去救美嘉 好在两人赶来得及时 美嘉还蹲在原地没有出事 千志边安抚他 边要求尤加里向他道歉 尤加里只能不情不愿地 向美嘉保证再也不丢下他 美嘉也终于知错 真心向两人道歉 谢谢他们回来救他 和好后的三人重振旗鼓 继续探索车站 随后三人在车站中见到了 站在饮食店里捧着面碗的幽灵 拿着便当边说天冷 边和他们打招呼的幽灵 然后他们在自动贩卖机前 看到了一个小男孩幽灵 在天桥楼梯下的一个角落里 他们发现了一朵小花 千志说这是为了纪念那个小男孩的 他就是那个美嘉口中 在母亲面前跳下铁轨的男孩 当时母亲第一次让他 自己去贩卖机里买东西 为了追赶不小心滚落的硬币 小男孩跳下了铁轨 最终他们为小男孩买了一瓶饮料 放在了小花旁边 再次走上天桥 原本指到对面月台的天桥 竟然多出了一截 刚才那个小男孩的幽灵 出现在了天桥尽头 为了小男孩 他们鼓起勇气走上了新的月台 这个月台标注的下一站是黄昏秋站 三人正奇怪 从来没听过这个站时 背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一名车站工作人员 从他们身边走路过去 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马上末班车就要来了 三人觉得奇怪 都这么晚了 哪来的末班车 他们追上那名工作人员 正想问怎么回事 一辆试样奇特的电车近站了 三人从未见过这种电车 每家很想坐上去看看 这车通往哪里 但被尤加里和牵制拦了下来 最后他们目送电车 驶离了月台 工作人员很热情地说 他们肯定是电车迷 自己也是因为喜欢电车 才入的行 说着说着 人就渐渐消失了 下一个瞬间 三人发现 他们所在的地方 是车站附近的一片墓碑前 几天后 每家兴冲冲地 把冲洗好的照片给他们看 好多照片中 都拍到了幽灵的身影 最后一张末班车的照片里 映出了无数 正在走上电车的白色人影 原来这是一般 运送死者灵魂的最终电车 它的目的地 就是人们的安息之所 以上是第三张 最终电车的大致内容 这张比较线性 没有什么大的分支 每到结局就选择回家 就是终极 不选择去就遇上鬼打墙的美家 或者最后选择 让美家上末班车 就是凶结局 凶结局里 美家当晚就失踪了 几天后 在车站附近被人发现 回来后的美家 像是变了一个人 变得孤僻 不爱说话了 没有人知道 失踪的几天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相当标准的 灵异故事结局了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公平 我们下一张 再见 在玩家里面 我会不会是伤变得 不是人知道 我是那样 我的天 我回答 我回答 我回答